及时锁定股市消息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Ware the South Time 我是Wel 今天7月20号礼拜三 那我们知道呢 今天台股又是 再来到一个上冲下行 就是大幅的开高 因为属于美股昨天的一个强谈 然后今天台股大幅开高以后 尾盘却重挫下杀了150到200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美股台股接下来会何去何从 那我们认为说呢 波段反弹现在也进入一个 多空不明的一个状况 还是要特别小心 自己的一个持股策略还有部位 那我们今天还是会去提一下说 像是美股的这个苹果啊 台积电啊 鸿海联电联发客等等的一些状况 那还是一样在影片开始的时候 请千万不要忘记 先去加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会有这个下拉式选单的 这个资讯栏位会有LINE跟Telegram的连接 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点选加入 那我们这样每天的这个盘前盘中盘后 才能传送一些即时有用的一些个股 还有大盘的一些动向的一些资讯给大家 那这边呢也去提醒大家说上礼拜二在这个反弹波段之前 我们其实就提到说外资转进多单 WD抢反弹 那在我们的影片 还有在LINE跟Telegram里面才能去及时的提醒大家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加哦 那像前两天在这个波段反弹 快要到了近期的这个压力的时候 我们也去提醒大家说 这个反弹遇到了上方的压力 不管是美股那斯达克啊 肺半啊 或者是台股的一些主要全职股 都是这个状况 那短线对于短线操作的人 一定要去散射停利停损 那这些资讯呢还是一样 就透过影片 透过LINE 透过Telegram 我们才能及时的去传送给大家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在影片的下方 的这个资讯栏位 会有LINE跟Telegram的连接 可以直接去做一个点选加入 那在大家加入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 请帮我在下方 可以按个赞 那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那平常透过LINE 还有这个影片呢 我们也会去就是聊一些 我们持续在持股的一些 除了全职股以外 像是台股的一些趋势股啊 强势股一些标股的一些这个讯息 那像我们今天 因为比较多档 我们没办法去一一细聊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这个暂停接触去看 像我们今天就去加入了 像是德记跟福大 今天是来到一个涨停 那我们原本就是持有进宏 建也是来到一个涨停 那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说 大盘整个就是涨跌互建 一半涨一半跌 那我们后面有一大串这个持股呢 今天也是来到一个下跌的部分 那大家后续我们会持续去分享说 我们持股的一个这个目前的这个盈亏状况 但是今天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要来聊说 就是前两天啊 这个苹果 苹果美国这个Apple苹果提出说 他们明年有可能会去减缓 他们的这个招聘业务 但是呢 这个地表最强的这个 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呢 其实今天一早就提出了报告说 他从通路这个这个这个供应端呢 其实并没有看到苹果有在2023年 或者是接下来一两年之内 在资本支出还有硬体研发的计划上面 有重大的改变 所以其实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那反而郭明奇有提到说 之前前一阵子 这个Apple在这个供应链上面的 像是这个面板啊 还有一些记忆体上面的一些 供应链缺口的一些问题 反而是一个比较会去影响 他们产能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 没事了 所以昨天呢 苹果之前天那个大跌完以后 昨天又是来到一个强谈 大涨了2.67% OK那反正接下来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就美国科技股 比较需要注意就是说 大家知道说接下来是财报季 就是前两个礼拜是这个 这个金融业的这个 金融股的财报季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会是科技股财报季 那这个礼拜像是Twitter Tesla 或者像昨天的这个网飞Netflix 那下礼拜的 就是7月28号礼拜四呢 就会是苹果的这个财报 季报的公布 那大家也可以去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其实也有分析师讲说 目前就是因为经济去走弱走缓 这个趋势是已经很明确的 那当然在消费性电子包含像是手机的这个需求去走弱 这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说这个苹果呢 其实提出说去减缓招聘 就并不是一件什么严重的一件大事 甚至他们根本就也还没有像Tesla 微软或者是Facebook Google等等 去做到已经在裁员的部分 所以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那反而我觉得大家比较特别需要去注意的就是说 苹果的股价现在在150块左右 OK那 其实150块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它过去很关键的一个价位 它过去它去测试过这个支撑 那后来变成了一个压力 那它其实很就是不容易在它触及 在这个不断反弹触及到150的时候 就去一次性的突破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有任何敏感 一点点敏感的消息 就很容易的去有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 那前天就是一个大幅拉回 昨天又是一个枪杖 涨到150上 但是通常我们这种就要去观察 是不是可以连续三天都突破站稳 这个关键价位之上 否则呢 其实持续去拉回修正的可能性就还是蛮大的 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这个150块这一条线呢 其实拉到去年的这个下半呢 去年的这个从7月开始 其实也是反复去测试过很多次 这个压力支撑点位 所以目前的这个价位算是一个非常关键 那到底会继续续多呢 还是会拉回呢 还是多空不明呢 我们要持续关注 那再来呢 就是说苹果等等这些科技类股呢 影响最多当然就是纳斯达克费半啊 再来就是影响到台股 那我们看到纳斯达克的话 其实目前的在这个关键价位 11615 11615我们这边也提到说 11650这个关键点 要随时小心它拉回修正 那昨天相对它是比较漂亮的 比较强势因为这个晶片法案 导致说这个科技类股费半去大涨 那它目前除了突破这个11615以外呢 还去站稳这个季线 OK 但不过这是第一天 我们要去观察它是不是可以连续 突破站稳三天 OK 那费半指数也是一样这个状况 它昨天也是比较强势去突破这个2750 2800 甚至目前是在挑战这个 60均线这个季线的部分 那我们也要去观察它是不是连续三天 都可以去突破这个上方压力 然后去站稳这个支撑 OK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说今天台股的部分 今天台股是一个大幅的开高 大幅的开高两百多点 那尾盘又全部杀毁了 在张敬平盘 然后其实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也是在昨天 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昨天我们也透过LINE跟Telegram的简讯 去提醒大家说 在这个台股盘后的这个选择权的未平常量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在14700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关键价位呢 很有可能就是今天的一个结算价位 那果然今天就是 在没有实质重大利多的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大幅开高的这个 这个点数最后全部都被杀毁了 然后最后是结算在14700左右这个点位 而且其实市场上有些分析师讲说 昨天美股这个晶片法案啊 其实对美股来说是一个利多 但是对台股来说其实应该不算是一个相对利多 因为他们这个晶片法案其实是要 把这个资金跟技术吸引回流到美国去 生产制造晶片的这个概念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台积电 台积电呢它今天 这个又再次开高 开在502左右 其实我们昨天有讲过说 它500到510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如果说有办法到这个区间的话 我甚至会去转成空单 那的确我今天也开始空单进场台积电 那它今天502 大家如果说没有去做停利停损的话 其实真的是非常可惜 因为它后来就是涨了一%多 后来就一路下沙 然后最后收到来495块 其实真的就差了7块 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 那目前台积电呢 也是处于一个上有压下有撑的一个状况 那鸿海今天也是持续一个比较弱势 是又跌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下 OK那目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外资跟一些筹码 在鸿海2317上面 还是持续去一个偏弱的一个格局 那联电233 2303呢 今天是相对比较强势 它是向上跳空 然后去站稳了这个40块的这个 关键价位以外呢 目前是在说短期均线是上 然后技术指标也是向上偏多 那目前筹码也是转强 那联发科也是这个状况 在现行筹码呢 跟技术指标呢 目前也是转强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这个美股的这个科技类股指数 跟台股指数 跟主要的一些全职股 其实真的就是处于一个多空不明 上有压下有撑 所以就会提醒大家说 在这个时候呢 在操作策略上面 就尽量要去比较简单 比较明确 在持股上面呢 就是比较聚焦 比较缩减 才不会有过多的这个分析 过多的这个负担跟累赘 去让自己太过于这个内耗 而搞不清楚自己最后到底是赢 还是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OK 那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能提到今天先分享到这边 那还是在最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目前在锦定的一些个股 那当然我们明天 就会去做一个大幅的修剪 然后再跟大家公布一下说 我们的这个 就是盈亏的一些状况 OK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还是不要忘记 请在影片的下方帮我按赞 然后还有加这个LINE 跟Telegram的这个链接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都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